香港 位于中国南部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是一个充满活力和魅力的国际都市 这里融合了东西方文化 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多元的社会氛围 成为亚洲最繁忙和多元化的城市之一 香港以其独特的天际线和现代建筑而闻名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维多利亚港的夜景 站在维多利亚山上 俯瞰着霓虹灯闪烁的高楼大厦 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无限活力和繁荣 除了现代化的一面 香港也保留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你可以游览到古老的寺庙 历史悠久的街区 如中环、葵青和油麻地 感受到浓厚的中华文化氛围 现在请跟我们一起前往香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维多利亚港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天然海港 也是世界著名的景点之一 它以其壮丽的景色和迷人的夜景而闻名于世 港口两岸高耸的摩天大楼 灯火辉煌的霓虹灯 以及闪烁的彩色灯光 共同构成了一幅绚丽夺目的画面 尤其是夜晚 当天空暗下来 整个港口在灯光的照耀下变得如湿如画 给人一种神奇的感觉 维多利亚港也是各类水上活动的热门地点 如游船观光 烟花表演和水上运动等 乘坐游船穿越维多利亚港 你可以欣赏到香港的不同景观 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活力和魅力 维多利亚港是香港的骄傲和标志 它所展现的独特美景 让人流连忘返 来到这里 你可以感受到城市的繁荣和活力 同时也能欣赏到 大自然与人文的完美融合 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 维多利亚港都能给你带来难忘的体验 让你陶醉在这个美丽的海港之中 潜水湾 潜水湾 位于香港岛南部 是一个迷人的海滩度假圣地 漫步在潜水湾的海滩上 你会被清澈碧蓝的海水和柔软细腻的沙滩所吸引 这里的海水平静温和 非常适合游泳和肤浅 你可以在海滩上晒太阳 放松身心 感受海风的轻浮 享受宁静与宜人的度假氛围 除了海滩 潜水湾还拥有一些高档酒店 度假村和豪宅 这些建筑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 创造出宜人的居住环境 你可以在这里享受奢华的住宿体验 沉浸在优雅与舒适之中 潜水湾周边还有一些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供你进行户外活动和探险 你可以徒步穿越郁郁葱葱的山林 欣赏到迷人的自然风光 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这里的空气清新 景色宜人 是远离喧嚣都市的理想之地 庙街 位于香港九龙区的望角 是一个充满活力和传统魅力的著名街区 步入庙街 你将被其独特的氛围 和热闹的场景所吸引 这里是香港最著名的夜市之一 充满了各种小摊和商店 供应着各种商品和美食 你可以穿梭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感受到庙街的繁华和热闹 庙街以其丰富多样的商品而闻名 从衣物 鞋子到手表 手势 你可以找到各种时尚的潮流商品 此外 庙街还是一个充满古玩和纪念品的天堂 你可以发现各种有趣的文化和历史遗迹 找到独特的纪念品或礼物 除了购物 庙街还以其美食而受到游客的喜爱 你可以品尝到各种传统的香港小吃和街边美食 如烧鹅 鱼蛋 烤肠等 这些美食不仅味道鲜美 而且价格实惠是品尝香港美食的理想选择 中环 中环 位于香港岛的中心地带 是香港的商业和金融中心 也是一个繁忙而充满活力的地区 中环区域拥有现代化的高楼大厦 国际金融机构和知名企业总部 展现出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重要地位 这里的天际线令人叹为观止 尤其是夜晚的维多利亚港夜景 让人陶醉其中 除了商业氛围 中环还保留了一些历史建筑和文化景点 如中环码头和中区历史街区 你可以在这里欣赏到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景观 感受到香港独特的魅力 中环也是购物和美食的天堂 你可以探索中环地下购物中心 寻找国际品牌和时尚潮流 或者在中环街头小巷 发现独特的小店和特色餐厅 品尝地道的香港美食 总的来说 香港中环是一个集商业 文化和美食于一体的独特地区 这里的现代与传统 繁华与宁静 交相辉映 给人一种融合与活力的感觉 来到中环 你将被它的独特魅力和热闹氛围所吸引 无论是商务旅行还是休闲观光 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瑟瑟园黄大仙祠 位于香港九龙区 是一座历史悠久 庄严神圣的道教庙宇 踏入瑟瑟园黄大仙祠 你会被其独特的建筑风格 和浓厚的宗教氛围所吸引 庙宇的传统建筑设计 展示了中式的美学和文化特色 给人一种宁静祥和的感觉 黄大仙祠是香港最重要的 道教圣地之一 供奉着道教的重要神器黄大仙 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 道教的信仰文化 参拜祈福 祈求平安和福祉 庙内的祈福区域通常热闹繁忙 许多信徒和游客 都会前来烧香祈愿 你可以亲身参与这一传统仪式 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和宗教的力量 总的来说 瑟瑟园黄大仙祠是香港一处 具有深厚历史和文化底蕴的道教庙 在这里 你可以感受到宗教信仰的力量 和香港的传统文化 来到黄大仙祠 你将沉浸在神圣和宁静的氛围中 体验到宗教和精神的滋养 太平山顶是香港岛上最受欢迎的旅游圣地之一 乘坐山顶缆车或步行上山 你将抵达太平山顶 站在山顶上 你可以俯瞰整个香港岛的壮丽景色 感受到城市的脉搏和活力 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 太平山顶都能给你带来令人难忘的体验 太平山顶不仅以其壮观的城市景观而闻名 还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休闲资源 你可以在山顶花园漫步 欣赏花草的美丽和鸟鸣的声音 除了观景 太平山顶还有一些其他的旅游活动 你可以参观天文台 了解天文学知识和观察星空 此外 还有一些小径和步道工你探索 让你清净大自然的美妙 总的来说 太平山顶是一个将城市与自然完美结合的旅游胜地 在这里 你可以欣赏到香港岛的壮丽景色 体验到城市的繁华和自然的宁静 来到太平山顶 你将被其独特的风景 丰富的活动和美食所吸引 带给你一次难忘的旅程 天坛大佛位于香港大羽山 是世界上最大的户外青铜佛像之一 也是香港的标志性景点之一 当你来到香港天坛大佛 你会被其庄严威严的气势所震撼 高达26米的大佛庄重地屹立在山顶 它的巨大身躯和慈祥的表情 给人以肃穆而庄重的感受 爬上天坛大佛的台阶 你会感受到一种宁静和心灵的景观 从山顶眺望 你可以俯瞰维多利亚港 和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感受到大自然的恩赐 和人与自然的和谐 天坛大佛是佛教信仰的象征 这里也是香港佛教徒 和信众的重要朝圣地 你可以在寺庙内参拜 瞻仰佛像 感受到宗教的神圣和力量 寺庙内还有一些佛教文化展览和艺术屏 可以了解佛教的教义和历史 除了宗教意义 天坛大佛 也吸引了众多游客来此观光 你可以欣赏到 佛像的细腻雕刻 和青铜的金属光泽 感受到艺术的美妙和精湛 同时 这里也是一个休闲放松的场所 你可以在山脚下的花园中漫步 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和美丽 好了 以上就是香港的一些 必去景点的介绍 不知道哪个是您迫不及待 想到达的目的地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